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緣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名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是,Della好,大家好 今天不如跟聽眾分享下一個 可能都常見到的,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 或者有老人家的成員 有時都擔心會出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一些骨折,fracture的情況 我們可以怎樣用一些同類療劑 同類療法那一步 可以加強他們快點的復原 這方面的臨床經驗 骨折,我相信大部分家庭都會有機會遇到的 有時小朋友,白癌,不小心,結島 甚至乎老人家,或者運動方面 會創傷造成骨折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有些人通常在醫學上遇到這些問題 通常都是幫你打石膏 把骨折毀了 然後給一些消瘀藥、止痛藥 是這樣的 但其實他沒有什麼幫你骨折的本身 是令他加快他康復的,其實是沒有的 我記得有一次幾年前,我有一個鄰居駕駕駛 在家附近,斜路出口一出來 就被一架的士撞到腳 到處下腿骨折是多重的骨折 結果他就在醫院休養 但問題上,他不是那麼難研究 駕駛電單車的人都不會很大年紀 他很久都不好 很多個月都是在醫院那裡出不了院 我才覺得奇怪 很明顯在西方對抗性的醫療裡面 其實他們都是等你自己好的 沒有什麼可以幫你加速你的康復 所以在醫療裡面的同學療法 當然有很多針對骨折這方面的工具 可以幫助你的康復順利一點 真正可以康復 通常遇到骨折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會聽到骨折的聲音 拍一聲音 或者暈一暈 感覺上好像有些星星 這種情況有很大機會是骨折的 當然似乎受傷的為止 通常都會痛 這種痛就令到環柱不敢動它 一動就更痛 又腫了 又拱不了 如果是嚴重一點的骨折 當然受傷的部位會變形 變畸形 在這種情況下 我當然第一時間先急救 還有盡量不要令骨折的部位移動 因為在移位是令到受傷的傷害更加嚴重 當然會痛 任何骨折或懷疑骨折 通常都會入院 起碼照一照 最基本做一做X光 看看是否有骨折 骨折的情況和嚴重性 所以骨折都可以打石膏 有些骨折尤其是鎖骨的腰部 其實是沒什麼做的 有時候有些會把兩臂 手臂向後拿一條繃帶拔開它 但在醫學上 都發現那個也不是很大作用 有做做做 你不做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分別 同學療法遇到的情況下 如果家裡有這些工具 所以我們經常都強調 同學療法的療劑 是最好家裡常備一套 療質越多越好 因為好處的療劑 有時候我們真的需要用到不同的療劑 有時候一般的療劑未必處理到 你當時需要的問題 療劑的好處就是 它是不會過期的 你放在家裡 十年半年 二十年 幾十年都可以用 最重要是你有在 可以有鼻毛患 及時可以處理得到 這是最重要的 好了 去骨折 基本上有四個療劑 第一就是烏頭 Econi-Nepilus Econi-Nepilus 烏頭我們通常在這個情況 用在突然發生的驚恐 就是你這樣發生意外 當然你當然是嚇一驚 有一個震驚 Econi第一件事就是對付震驚 你先不要震驚 這個療劑叫做震驚藥 好了 用了Econi-Nepilus 十分鐘後 你就震驚了 就開始用另一個療劑 就是Arnica Montana 是生金車 Arnica Montana 通常對一些軟組織的傷害 受傷 出現瘀傷 通常骨都斷了 軟組織當然有撞傷 不可能插入骨 而表面肌肉沒有影響 通常有瘀痕會出現 接下來用Arnica Montana 三金車 起碼用四次 可能用三十四都可以 用四次 用了一輪 Arnica起碼把乳痛 乳痛的位置去處理 但可能幾天之後 那種乳痛的感覺 已經好了很多 或者消失了 下一步我會用另一隻療劑 幫助骨服合得好些 這個療劑英文叫Symphytum officinalis 我們中文叫做折骨草 把骨頭折起來 通常生金車之後 鱷魚的症狀消失了 那就用折骨草 幫助骨本身的複合 通常我們就會用它 兩個星期左右 一日兩次 折骨草 但是如果你發現折骨草 用了兩個星期之後 那個療合的情況 好像還未好很慢 有些人可能會再照折光 或者按下去還是很痛 那你就可以考慮 加了另外一隻 我們叫做纤維炎 Calcium phosphoricum 淪化鈣 通常我用纤維炎的形式 就對付一些 複合得很慢 這個纤維炎 Calcium phosphoricum 通常用6X分能 可以這樣 一日用它兩次 幾粒 4粒 8粒 用4-8星期 一般來說 骨折是6星期 8星期 應該差不多 好了 這幾個工具 其實很值得 當然這些療劑 烏頭 對於受驚嚇 什麼情況之下 受到驚嚇 或者目睹一個意外 發生在你身上 嚇到人們全震了 這個療劑就是Acony 都是阿尼克 很多任何創傷 蚊牙、縱牙 所謂的 淤與損傷 全是可用的 Synvitum 和Califurse 這四種療劑 避在家裡 基本上95%的療劑 都可以加速復原 好,謝謝袁醫生 其實我小時候 讀小話的時候 都試著白癌 從鋼架下跌下來 跌倒了 手骨也斷了 當時醫療制度之下 當然是去醫院打石膏 我爸爸有時候 目睹過以前醫療科技 打石膏後 人家的手就遇合得不漂亮 即是無法發力 尤其是足球院 所以他沒有帶我去那裡 就帶我去以前 現在也不知道 就是所謂的鐵打師傅 就是敷藥等等 幸好那時候 就斷開了 沒有碎骨等等 所以在乳俠治療方面 都很容易 前幾年 我女兒打籃球比賽 比賽 就像剛才醫生也提及過 那些鎖的鎖 真的被人打到地上 但當時她回憶 當時真的聽到啥 我也聽到 始終她做運動 所以我們身上一定有阿尼卡 因為她自己知道的動作 她沒有受驚 只不過是那一刻很痛 而且她自己知道 我不要動 等待人離開了 我便知道 為何要找人在那裡 便知道出事了 當時我們隨時有阿尼卡 在身上 馬上給了她 她整個預合的過程 就像剛才阿尼醫生所提及 當然我們也是用療劑 也一直用X-ray 去看預合的情況 很快 比起普通的情況 因為鎖的情況 真的沒有什麼好做 骨科醫生 第一次說 要找螺絲傷 她有些球員朋友 有些球員的情況 就出現了 要傷螺絲 但一段時間更加 好像很快 就沒事了 出回醫院 你傷了螺絲 但你不能動 她所有的運動 都要比較長時間 康復 但我們用同類療劑 這方面 她的預合情況 非常理想 不是很快 基本上 前後三個月 她已經繼續做運動 所以剛才袁醫生提到 療劑不會有過期 只要把療劑放在陰涼的地方 隨時隨地 真的有問題出現 而你又記得在自然療法院 你聽過過程 如何使用什麼 就可以隨手拿來 幫助受傷的患者 可以得到一個很適當 亦很快取康復的療程 今天多謝余醫生和我們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余醫生做一個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搶查詢番 剛才提及過的同類療劑 或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打電話到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的聽工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去議室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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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